殿下有旨 宣沈仙长进攻面圣 太好了 又救了 沈道长 你骗得真好苦啊 李世民发现什么了 难道我穿越者的身份败了 事到如今 沈道长还是不肯坦白吗 老李说的是啥事 我没这么骗他吧 都说半君如半虎 难道我今天小明目不好 都退下 不然我就刷他 都给朕退下 想朕死吗 现下是危险 行为有关 我可不想这么死了 听杨师道说 沈仙长的莫宝可驱邪其福 最为灵验 这等好事沈仙长 为何不早点告诉朕 难得朕好 你刚才说我骗你就是这事 朕只是想求沈仙长的莫宝 沈仙长为何这般激动 我看出这花瓶是假的 便砸了给陛下看看 没想到沈仙长对于苦玩一道 也有热烈 沈仙长还有什么惊喜 是朕不知道的吗 不知陛下想让长青写点什么 沈仙长请辞意 只要是沈仙长的莫宝就好 楼里是赌书法呢 不如我就让他小刀拉屁股 开开眼 虽然比宋徽宗还是差不少 但起码也算有模有样 沈仙长的莫宝 笔迹略显寿剑 却又不是脊肉 运转提顿自有韵味 这般字体 朕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敢问仙长 这是什么字体 瘦金体 乃是长青偶然所创 哈哈哈哈 朕这是见证了历史的诞生啊 朕一定将仙长的字表起来 挂在这里 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看到 嘿嘿 穿越这抄发明抄书 不就是图这个爽点吗 对了 尚有一事 前些日子 阎王派人前来 让朕将这魂珠 转交仙长 啊 帝府先是刺杀老李 现在又让老李送东西给我 难道 老李也被收买了 啊 明白了 老李怕直接伤我东西 显得我太出风头 影响不好 所以就假借了帝府的名义 神道长竟然说 理清情义重 还夸我想得周到 哦 神道长是在点阵 暗示朕想得不周到 没给他送东西 哎 也是 修平仙长这幅字 朕就应该重伤 是朕疏忽了 传直 掌赐沈道长白银千两 特封沈道长为道门大德 享受二匹俸禄 不受礼部管辖 可见圣人 掌管朝廷祭祀 不是之事 啊 谢出龙温 嘿嘿 虽然不知道老李为什么奉上我 但我现在 已是吃朝廷俸禄的公务员了 我刚得到消息 父皇重赏了姓神的 还将他的字画表起来 挂在书房最显眼的位置 这姓神的实在太得宠了 姓神的一再坏我好事 让我家的死他难逃干系 他就是在针对我 他若我死 我岂时难安 光什么 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野道士罢了 我这就帮你除掉他 你听 当了瓜儿心情都变得很好的 啊 怎么回事 上仙可是 已经将姓神的除掉了 那道士 倒有点能耐 看来我得出绝招了 吃个饭而已 需要这么隆重吗 道长乃修仙之人 饮食自然要清淡食素 仙长幽谷幽明四处奔波 自然要多吃点肉 嗯 嗯 好了好了 荤原素搭配菜最合理 两处菜我都吃 我都吃 哎 现实版的公斗啊 真让人疼 哎 哎 哎 小白别 不是和你说过 乱吃衣物会有危险的 嘿嘿嘿 多谢上仙恩赐 我行为足够 可是魂猪蜜还扛得住的 班长 你们都学着点 以后用得着 仙长抱着我 到底要做什么 这有没有宠物医院 不知道这急救法呢 对宠物怪不怪有 仙长 难道在示范新的仙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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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要下雨了 后院还晾着衣服呢 对了 外面还晾着喂鸭子的饲料 这是千年大药 用药原引发天地共鸣发动的天气 仙长要小心啊 怎么突然阴天了 今天这天气 不应该有雨啊